你今天喝了嗎? 我是Vivi 跟大家說我最近啊 我應該說我這一年來 就是加入了減脂計劃 那我配合了醫師的建議啊 還有A2E的水肝移動 我到目前為止 受了體重10公斤 然後呢我的脂肪長5公斤 體重跟減脂有什麼差別? 你去試想喔 有些人體重明明一樣 可是看上去有些人比較胖 有些人就比較瘦 因為體重的減少 並不能比體脂的減少 我們的體重分為 沒有脂肪的重量 還有脂肪的總重 途中是肌肉和脂肪的平面圖 最裡面的是骨頭 脂肪包覆著肌肉 然後骨頭 所以肌肉並不等於脂肪 脂肪也不可能變成肌肉 你所需要關心的 不是體重的數字 而是真正脂肪的含量 一般人啊在看營養成分 比方說常常會是看卡牧磷 而不是看糖分 但是呢糖分呢 在整個飲食上面 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成人每天在攝取糖分 總共要60克 那平均呢一餐大概20克左右 所以這個樣子的飲食其實是算是非常的健康的 但是減糖的時候還是要很注意喔 我們是減少糖分的攝取 而不是斷糖 體內的糖分要先代謝後才會消耗脂肪 所以減少糖分的攝取 配合運動 自然而然你的體脂就會慢慢的降低 那糖分的攝取呢 跟我們的引導素 升糖都有關係 所以要先減糖 我剛剛說的糖 它是油字霧的那個糖 是碳水化合物的總稱 而你剛剛說的糖 是米字霧的糖 那個是我們一般吃一些外面的 比如說手腳飲料啊 或是其他的 每樣的食品都有這樣子的糖分 那個就是添加物的糖 那我們所要去控制的是 碳水化合物的攝取 這樣子才可以達到 維持細胞中 力線與呼吸作用的效率 糖分的計算方式其實是 碳水化合物減掉膳食纖維 這樣就是實際攝取的糖分素質 因為膳食纖維在人體消化道內 無法被消化道裡分解 其中水溶性纖維 還會阻礙碳水化合物的消化與吸收 所以是可以被控除掉的 那大部分的食品 在膳食纖維的部分含量都不高 所以通常會以碳水化合物的 這一行數值做參考 那你知道 什麼樣的食物裡面 有碳水化合物嗎 其實每一樣食品類 都有碳水化合物 不管是水果 蔬菜 奶類 豆類 甚至是海鮮 通通都有碳水化合物 它的分別 只是好的碳水跟不好的碳水 那最不好的碳水呢 就是精緻的糕餅啊 像就是你吃的蛋糕啊 餅乾啊 這些通通裡面都含有 非常高的精緻澱粉跟精緻糖 所以在減糖的時候啊 這些食品 是盡量不要碰 可以不要碰 就絕對不要去碰它 因為這樣會反而造成 攝取過多的糖分 反而造成反效果喔 之後呢 我會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如何吃 吃什麼 在外面又要怎麼挑選 可以吃的食品 那如果在家裡的話 要怎麼樣簡單的煮 我都可以慢慢的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朋友 請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遞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